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喂,Elaine,泰國好不好玩啊? 唉,不要提了 我結果去不成了 什麼? 你不是和Jane計劃了整個月 還準備和家人一起去度假嗎? 唉,未去之前 Jane的兒子,阿天 他又發高消了,進了醫院 你知道,阿天他一向身體都很慘 整天發燒的 哦,我記得 有一次在沙灘裡 阿Jane的老公把他兒子整個扔下水 唉,還搞到兒子發燒 嗯,都不知道那些傢伙怎麼照顧兒子 對了,講開又講,Elaine 我最近看了很多醫學雜誌 嘩,阿波 你最近這麼高級 懂得看醫學雜誌 很多醫生自己都不看 嘩,Elaine 你記得嗎? 上一次,袁醫生提過 醫學是經常有改進的 但是,傳播媒介 不會經常把所有的發展都報導出來 只是把一些重要的說出來 哦,我記得了 袁醫生她說過 自然藥物是因為沒有專利權 所以是賺不到錢的 是沒有大企業支持他們 所以消費者又要自己去爭取的 嗯,米芝根大學有個教授 叫做Professor Matthew Kruger 曾經用蜥蜴做過實驗 喂,阿波 用不肉酸一點 用蜥蜴來做實驗 欸,Elaine 不是只可以用老鼠、猴子才做實驗 蜥蜴是涼血動物都可以做實驗 我就寧願用涼血的蜥蜴去做實驗 都好過用這麼可愛的小白兔 嗯,就是因為蜥蜴是涼血 才選擇他們來做發燒的實驗 那這些涼血動物 是不是指那些要依靠環境的溫度 去維持自己體溫的動物啊 對了,Kruger教授呢 把實驗室分為幾處不同溫度的地方 接著它注射了病毒在蜥蜴上面 讓蜥蜴受到感染 然後呢,就讓它們自己自由地四圍走 找一個適合它們自己的地方 那當這些涼血的動物 可以自由地去找尋適應自己溫度的地方 結果又怎樣啊 啊,結果啊 所有蜥蜴都可以生存啊 都沒有因為病菌感染而死亡 一條都沒有死到 是啊,接著呢 教授又把室內的溫度 限制在某一個程度 重複這個實驗 那又怎樣啊 這一次啊 有些蜥蜴死了啊 接著呢 教授又把實驗室溫度限制 就是說 溫度不能夠高過某一個水平 也就是說 實驗室的溫度 不能夠高過實驗室外面的溫度 這次又有些什麼結果呢 哎呀,這一次的蜥蜴死了啊 哎呀,為什麼啊 哦,好明顯的 這個實驗就證實了說 如果你把溫度提升呢 是可以幫助動物對抗病菌 還有還可以保護患病的動物 如果體溫是不可以升高的話 就不可以對付病菌的了 這樣就可能會導致死亡 接著教授又重複以其他動物 例如如魚啊,兔仔啊,狗啊,猴子 來做實驗 他又用一些發燒藥 例如說水洋酸立 也就是阿舌不靈 去抑制發燒 他發現如果發燒被退燒藥減低的話 死亡率就會增加 發燒完全被制止的時候 他們還會全部死亡 還有啊,Elaine 讓我講一些醫學史給你聽聽 你怎麼可以相信歷史的 我記得有個很出名的人說過 歷史是雪方的 只是為勝利者而寫的 哎呀,不要亂說了 我是認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不過我又忘了是誰說的了 不如先聽我講下去吧 來,Elaine,你知不知道誰是醫學之父 你是說東方那個還是西方那個 東方那個我就不知是誰了 我只知道西方那個醫學之父 就叫做希布格拉底 他大約是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人 嗯,希布格拉底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不用你講啊 誰人都會想到啦 如果不聰明 又怎可以做得醫學之父啊 嗯,他還是一個很敏銳觀察的人 還有呢 他採用了一種歸納推理的思考方法 阿波啊 什麼叫做歸納推理法啊 也就是說 首先要小心觀察 從觀察的事實裡面 你要再訂立一個理論 當時 希布格拉底發現 當一個人患病的時候 他會發燒 然後就會出冷汗 然後就會恢復健康 於是 他認識到發燒對健康的益處 他還說 如果我具有製造發燒的能力 我就可以治好所有的病 是不是真的 他是不是真的這樣說的 跟我平時所聽到的都不同的 到底發燒是有害的觀念 是什麼時候形成的 其實發燒有益的觀念 是由希布格拉底開始 一直維持到19世紀的中期 大約在1850到1860年左右 而法國有一位很出名的生理學家 Clau Bernard 他把動物的體溫加高10至20度 經過一段頗長的時間 他觀察到 動物身體內細胞和纖維組織有些損壞 於是他又下了一個結論 認為溫度加高是會令身體組織損壞 所以發燒是對人體有害的 喂 Paul 這種說法真是荒謬了 如果你加高那麼高的溫度 又加到那麼長時間 當然是會弄死動物 但是發燒不是這樣的 伊玲 你也知道什麼叫商業利益 而剛巧當時有些化學工廠 提煉了一些化學藥物去抑制發燒 於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發燒就被認為是一件危險的事 而我們就借了這些藥物去抑制發燒 在本世紀初 現代科學之父威廉奧斯陸說 人類有三大敵人 發燒、飢荒和戰爭就是這三大敵人 而其中最可怕的就是發燒 發燒是人類最大的敵人 而這個意念一直維持到1970年 當Kruger教授用色譯做剛才我所說的實驗之後 他又重複用魚、鳥仔、兔仔和狗 去證實這個實驗 證明結論也是一樣 才把發燒這個觀念改變過來 但是這個已經是20年前的事 是啊,但是實驗結果被忽視了 你的意思只是說 整個醫學界在過去20年來都沒有醒覺 也不是完全沒有醒覺 他們只不過是很慢地醒覺 剛才所說的是1970年的事 在1977年已經有醫學文獻 將這個問題說出來了 說抑制發燒是不需要的 同時會導致不適和根本沒有效 而且還可能是有危險的 說起危險 我記得在幾年前 當我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我看報紙 知道當時有個油證局長的女兒 她只有十幾歲 她因為患了傷風和感冒 於是她就服食阿士不靈 然後她就染上了一種叫做 在幾年前台灣有位何醫生 她也呼籲過禁止使用這種 退消針醫治比林 因為這種針可能會引起很多副作用 譬如敏感、休克、白血球再生不良 類似血癌的問題 還有血溶性的貧血、腸胃出血等等 其實美國在1964年已經開始限制 斯爾比林退消針的採用 然後有四個病人又死於注射這種退消針 於是在1976年 斯爾比林完全被禁用了 現在加拿大也禁用了這種退消針 嘩 伊玲 想不到你也有看醫學雜誌 不是 只不過在報紙上看到 嗯 還有在1978年 加拿大醫學雜誌對用藥已經開始懷疑 例如說用阿士不靈去醫治 104度或低於104度的體溫 她們問用這種藥去治療發燒 是否合乎道德 對於很多人來說 104度是很高消的 相信很難是叫人不去用藥 壓制104度的溫度 嗯 還有在1982年 疑科醫學雜誌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說 不要採用阿士不靈去醫治流行性感冒和水痘 她們說有141個兒童 因為患上偽視綜合症 而引起癱瘓 腦部受損 肝臟有毛病 以及身體其他器官受損 一般來說 50%的小孩會死於偽視綜合症 而其中生存的三分之一 會有永久腦部受損 致力持鈍 後果真是非常嚴重的 而在141個因為偽視綜合症而導致癱瘓的兒童裡 其中有137個服用過阿士不靈 而其他服用過一種叫做阿士不靈的這種藥 這份文件說 用阿士不靈去醫治傷風和水痘 是不適當的 這個問題已經在1980年有人提出過警告 但是直到1986年警告標籤才在藥瘡出現 當時藥廠還質疑這個研究結果 她們要求更好的研究 也就是說要更多兒童犧牲才令她們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這樣 除了流行性感冒 水痘 還有什麼 他們發現 患上結堤組織病的小孩 例如風濕病 幼年風濕性骨折炎 賴透視病 都是有很高機會因為阿士不靈演變而成韋視綜合症 於是在1982年 美國儀科學院建議 不要讓10歲以下的小孩服食阿士不靈 但是 你是很難叫一般家長診斷自己的子女 究竟是否患上感冒或水痘 因此 她們說家長不僅不應該以阿士不靈去醫治感冒和水痘 更加不應該用阿士不靈去退消 甚至乎她們說18歲以下的少年人也不適合服用阿士不靈 嘩 這樣看起來 將來可能會有研究指出 我們根本是不應該吃阿士不靈的 伊玲 這些是1982、83、84年的事 然後在1987年 美國有38%的小孩 仍然在發燒的時間用阿士不靈來退消 這種情形 在香港更加常見 你知道 香港人很流行打退消針 在1986年12月 有一個調查指出 當兒童患上感冒和水痘的時候 有12%的家長是給她們吃阿士不靈的 發燒是危險的概念 一早已經深入她們的腦海裡 所以 她們寧願冒著腦部受損或死亡的危險 都用阿士不靈去幫小孩退消 那這些只是一般的大眾而已 那 醫學界又怎麼看呢? 正統醫學對發燒這個概念反應都很慢 直到1985年9月 英國針刺醫學雜誌一篇社論指出 發燒是我們的朋友 它的出現是有益的 你剛才所說的是歷史 有什麼具體證明 證實發燒是有益的? 以前的中國和印度 藥疾是非常流行的 他們發現患有梅毒和藥疾的人 是不會產生梅毒病發症的 因為藥疾造成的發燒已經保護了他們 有一個科學家在1909年得到諾貝爾獎 而他的實驗中 曾經治療過9個殘廢的 癱瘓的抹奇神經性梅毒的病人 注射了藥疾和傷寒的疫苗 發現導致病人產生104-106度的高溫 五位病人卻因為這樣而康復 他就是這樣得到諾貝爾獎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件事 還有啊 在腹膜炎的病例裡面 發現有28個病人 是因為發高燒超過103度 而令到他們度過腹膜炎的危險期 你知道了 麻蜂病是通常影響身體尖端的地方 和身體比較冷的地方 例如鼻尖、耳朵、手指和腳趾 在加拿大多倫多綜合醫院 更加採用高溫方法去治療惡性癌細胞 有些病人每天接受108-110度的溫度治療 每天6-10分鐘 其中20%癌症病人 因此而減輕病情 當我們身體發燒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排毒量是會增加6倍那麼多 而我們的細胞是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身體的傷口也會加快傳遇 一般的割傷、切傷之類的問題 都是會在身體發燒的時候加快復原的 至於上面的情況 無論人和動物都會是這樣的 在復原之後身體的免疫系統也會因此增強了 嘩,我越來越對發燒這個題目感到有興趣 多說幾點來聽聽 哎呀,先集住 不要問下去了 因為我只懂得這麼多 伊玲,不如我們一起去問問你朋友袁醫生 上一次我們在他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對呀,好呀,我們就一起去吧 袁医生,什么是发烧? 发烧是我们身体内部一种控制体温的机制 好像是一间家里的恒温器一样 而我们身体的恒温器的设计 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当我们身体需要发烧的时候 这种恒温器就可以较高了 而温度较高 我们发烧就越高 这是一种所有动物身体的自然生理机制 包括凉血动物 但问题是这种过程到底是否有益? 我们通常受到传播媒介的洗脑 当一个食物仔发烧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亚氏不灵 acetaminophen 或者其他药物去退销 但在历史上来看 发烧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有益的过程 袁医生 你都不需要讲那么多历史给我听 阿波刚才才讲了一大堆 关于发烧演变的历史给我听 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些比较实际的情况 那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袁医生,例如身体怎样会有发烧的呢? 发烧又究竟是怎样开始的? 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有些白血球的 这些白血球是由我们骨髓里面制造出来的防御的士兵 当它们接触到细菌的细胞外膜 或者一些癌的细胞、毛菌、病原体毒素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了一些叫做interleukin-1的物质 而导致我们身体进入一个防御的状态 当这些interleukin-1走到脑里面的 幽脑下部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睡眠或者分娩的感觉 亦同时也都改变了我们恒温器里面的温度 这个时候温度就会较高了 跟着身体就会感觉到寒冷了 所以在我们发烧之前 我们往往会感觉到寒冷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温度计较到102度 而我们本来的体温应该是在99度的时候 我们是会有3度的差别 而这个差别也会引起我们感觉到一种寒冷的感觉 而当我们发烧 发到尾声的时候 这个恒温器就会较低了 那你就感觉到很热 跟着就会出汗 而我们的出汗 就会将我们身体的热度发光了 难怪的 在发烧的时候 我经常都觉得很睏 而当interleuken 1 走入我们的肠胃里面 我们会减慢我们肠胃的活动 因此我们就不会感觉到饥饿 咦? 那就是说 当一个小孩发烧而感到没有胃口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强迫他们吃东西 没错 而当interleuken 1 走入我们身体的肌肉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手脚的肌肉 它就会产生一种酵素 而这种酵素是会将我们的肌肉侵蚀 因此你会感觉到全身冤痛 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不断地消化我们身体的肌肉 制造多些氨基酸 而帮助身体制造更需要的防御物质 难怪的 在感冒的时候 我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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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动我们的蛋白质去其他的器官 帮助防御的工作 即是在打仗的时候 我们要将粮食运送给士兵一样 那我们的身体结构真是奇妙 而当interleuken 1走入肝的时候 我们肝就会尽量将血液里面的铁和铁吸收起来 病菌的增长 而这个现象 其实是我们身体限制病菌的生长的方法 咦? 袁医生啊 那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去服食一些维他命 或者矿物炎之类的东西 因为这些只会是用来胃细菌 与我们身体自然现象对抗 哎呀,我又不明白了 为什么肝脏又需要储床星呢? 因为我们的肝脏是需要一些星来制造当时身体需要的物质 以及维修被破坏的地方 如果我们肝脏受到破坏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都会无命的 但是如果只是肌肉受到损害 我们是会生存的 可以说身体是需要保护重要的器官先 那是不是就是说 我们在发烧那时就需要服用多些星呢? 不是 你只能够在发烧之前服用星 但是当温度一高的时候 就会有相反的效果 还有啊 当interleukin-1 走到我们遍布全身的免疫系统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连串的防御的反应 例如制造多些身体的细胞 我们身体的抗体也会因此增加成20倍 以及也会增加白血球 饭食消化的能力 还有啊 如果我们身体在暖的时候 细菌和病毒的成长也会比较缓慢 在华氏103度和104度之间 病原体或者病毒是会减少了成250倍 大部分的病毒都是不能够在104度的环境之下生存的 哦 那就是说抑制发烧是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的 但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 又或者是什么时候才需要抑制发烧呢? 在1980年的医学文献里面 有一篇叫做发烧恐惧症的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记载一帮家长的调查 发现他们52%认为104度的发烧是很危险的 其中85%的家长是会医治102度发烧的10元仔 而91%说他们的资料是由医生护士那里得回来的 30%是由朋友那里听回来的 而19%是从阅读的文章里面知道的 而大部分人都是用亚舌不灵做抗烧药的 在实验中证明如果你是抑制体温1度 就会引起很多动物死亡的 而如果你抑制体温2度的话 差不多大部分的动物都会死亡的 很明显抑制发烧是很危险的 他们还要去找到底是因为亚舌不灵 或是因为发烧而造成的灾害呢? 因为这里有两种现象在这里 第一,我们知道亚舌不灵是有毒素的 读食亚舌不灵也会减低白血球 会抑制免疫系统 第二,我们也知道温度的减低 所以也会导致细菌的增长 这一轮转天,风湿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这么好呢?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阿姨婆吧 太空小灵精,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哦,我记得了,我看过一份文章 是关于1918年到1919年的世界性流行性感冒 当时全世界有1500万人死亡 而美国死亡人数竟然达到人口的十分之一 尤其是年轻人 24%是年龄介乎在25至35之间 死亡率达到24% 当时在对抗医疗医院的死亡率达到24% 而这些人通常都是用阿士不灵这种药来医治 但是当时同类疗法医院里面的死亡率 只不过是1.06% 在当时他们是采用同类疗法来医治流行性感冒 原医生啊,我还发现啊 小孩子和孩子是比较成年人 和老年人容易发烧的 那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了 不是每一个人的正常体温都是华氏98.6度 这个数字只不过是一个平均的统计数字 大部分人的正常体温都会比这个数字高或者低 尤其是在儿童方面 根据一个谨慎的研究 其实正常的体温呢 是会低由华氏96.6度至高99.4度之间的 很少健康的小孩子的体温呢 是刚刚是会98.6度的 同时小孩子的体温呢 在一天之内可能都会有变动的 通常是黄昏的体温是会比早上高1度 因此在晚饭的时候 量度的偏高的体温呢 可能其实是正常的体温来的 除了生病之外呢 有很多的原因呢 亦都会令到你个小孩子的体温增加的 小孩子可能因为要消化 食得太饱的食物而增加 而在年轻轻的少女里面呢 在排卵的时候呢 体温亦都会增加的 有时候 亦都会因为医生所配的药物的副作用而引起 例如有些抗敏药之类呢 其实不单止是人 所有动物呢都是这样的 而呢 但你刚才的问题 不是说小孩子的免疫系统不好 或者没有成员人那么好 而是他们的免疫系统呢 是没有成员人的免疫系统那么有效率的 而他们需要借助发烧来帮助它来抵抗 而经过数次发烧之后呢 小孩子的免疫系统呢 会变得更加有效率了 于是 我们在成员的时候呢 是没有那么需要借助发烧 来帮助我们身体来作战了 但是 我有常听见 小孩子因为发烧 产生竞联和抽筋 好多人害怕的哦 是啊是啊 袁医生啊 他们究竟是否因为发高烧而引致竞联的呢 其实不是说因为温度高 而会令到室温仔产生竞联的 很多室温仔 是会在相当低的体温之下呢 都会产生竞联的 譬如在102度左右呢 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 咦 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这种情形发生竞联的呢 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竞联的呢 是因为温度增加的速度快 而是温度增加的速度快 那 在低温的时间呢 我们的身体的温度如果增加得很快 有些小孩子呢 也都会因此而产生竞联的哦 但是 你们是很难预测到 在哪个时候呢 这个室温仔会抽筋的 但虽然是这样 在发生竞联的时候呢 你只要保护个病人 让他不要因为碰撞而受伤 而竞联呢 通常呢都很快会过的 而当在竞联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也都没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的 但是 如果万一小蚊仔 因为发烧而抽筋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做啊 我以前啊 见过一次了 吓鬼死我啊 真是好可怕的 首先呢 我们应该将小蚊仔打出身份 让他不会被口水熟出 同时呢 我们应该防止他头部 碰撞到尖或者硬的物件 最紧要呢 就不要让他的呼吸受到障碍了 我们可以用一些软和硬的物件 例如折起来的毛巾或者皮带 塞在他的口里面 让他不要咬到尾巴 但千万不要用你的手指 但以为求心安理得 你也都可以打电话 通知你的医生 通常呢 抽筋都不会多个几分钟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太长的时候呢 你也应该是打电话 请教下你的医生的 通常呢 抽筋之后呢 十蚊仔都想睡觉的 因此 在一个钟头之内呢 都不应该 给他吃东西或者喝东西 因为他仍然呢 都不是很清醒的 很容易被一些食物熟的 那竞联的情形 是不是时常发生的 通常来说 可以说4%的十蚊仔呢 是会因为发烧而产生竞联的 通常呢 在5岁以下的十蚊仔 会发生比较多 其实 经联本身呢 不是那么危险的 除非他 演变成 一种连续性的 癫痫的状态 即是说 经联呢 维持多过60分钟的 这个情形都很少有的 其实 在这4%之中呢 只有1个或者2个% 才会是这样的 而其中 十分之一呢 可能因此而产生脑部受损了 但是不是因为发烧 而是因为缺氧 或者缺水 或者全身竞联 通常当温度达到104度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呢 可能因为脱水而产生了 电油离子的问题了 如果你的宋仔 在华氏105度那时候 产生竞联呢 你只是需要将温度 减到104度的戒痕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那个小孩 同时又出现呕吐的现象 那又怎样啊 那你最好呢 就要找个医生 来看看吧 但是呢 不要阻止他呕吐哦 你也都需要 小心 气管不要受到阻塞 咦 袁医生啊 那究竟发烧化到何时 才有危险啊 而高温 是否会烧坏我们的脑子呢 通常你需要担心的发烧呢 都是有一些明显的起因的 例如中毒啊 或者感染到环境里面的毒物了 那 有些人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温度呢 是会增加到华氏107度或者以上的 那如果你怀疑 那你个小孩是复食了些毒物 应该立即送去急症室 同时呢 要带来 那些毒物的容器了 那可以帮助你快点找到些解药 但是如果一个小孩 是由于个量在太阳里面暴晒 或者桑那 或者冲热水量太久而昏迷的呢 那你就不要只打电话给医生 应该将病人呢 快快送入急症室了 因为外来的因素 而引起的发烧呢 可能有一种很危险的潜伏性在里的 而我们身体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呢 可能已经失了效应的了 当然啦 这种导致体温增加的情况呢 是很少发生的 在我们记录之中 最高的温度呢 是在华视116.5度 或者涉视47度 但是这种 是发生在中暑的情况之下 就不是一般的发烧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全新的竞联呢 和脑部受损的机会呢 就会大了 但是要记住 这个是中暑 不是发烧 通常来说 体温是很少会超过 116度华视 或者涉视47度的 通常的发烧呢 是会停留在 104度 105度 或者105.5度的 的 如果处理得可当的话呢 就算是高的温度呢 例如106 107 都没什么危险的 三文仔和大人呢 都可以抵受 华视107.6度 或者涉视42度的 但当温度超过107.6度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开始留意了 可能我们的脑部 已经受了感染 而我们脑部里面的 恒温气呢 已经停止了工作 即是坏了 因此呢 温度的控制的功效呢 已经失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是需要干预的了 袁医生啊 那BB仔发烧又怎样啊 处理BB发烧呢 跟我刚才所说的就不同了 因为BB可能会在 出生的过程 或者在产前 产后 或者做了些某种的东西 的干扰而引起的 亦都可能是因为 遗传的问题 例如 可能在出生前 所用过 胚胎政策器 而引起BB的头皮 出了浓水 或者在催生的时候呢 过分用催生的药 导致羊水进了肺部 而引起肺炎 他们也都可能因为 在医院里面 包皮的时候 受到感染 或者在留院的期间 感染到医院里面的病菌 为了谨慎起见呢 初生几个月的BB呢 在任何的发烧呢 都应该要去看医生的 还有啊 不要忘记啊 过量的衣服呢 亦都会导致 身体的体温增加的 尤其是 是做第一次做父母的 由于过分关心 往往忘记了 BB是不懂得自己脱衣的 而将BB呢 过分地包扎起来了 通常来说呢 你自己需要穿几件衣呢 你BB呢 都是一样穿过几件衣 袁医生啊 除了几个月的BB之外 还有什么人 发烧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的 在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 在他们发高烧的时候 亦都要特别留意的 因为过高的体温 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 我们应该怎么样 量度体温才对呢 哎呀 Yelene 有没有搞错啊 这样你都不懂 把碳热针 放在舵底下三分钟 就行了 这么简单 严格来说呢 三分钟呢 是未必够的 应该是三分钟之后 拿出来 读一读 再将那个 探热针呢 放入口里面 过多一分钟 再看一下 温度有没有再升 或者没有变 如果是有增加的话呢 应该再重复一分钟 直至到稳定为止 还有啊 年纪教掌的绅温仔 他的肝门的温度 是比口肝的温度高一度的 而他脚底的温度 会是比口肝低一度的 但在BB来说呢 口肝和液下的温度 也差不多的 因此呢 我们只是用脚底 来量度温度呢 对BB来说 都已经够了了 我们是不需要用肝门的方法去量度的 这样呢 是可以避免了 可能因为 督穿肝门的 而引起的问题 虽然这个机会是很微啊 我之所以提一提呢 因为如果发生的时候呢 有一半的机会是导致死亡的 哇 哇 原来探热呢 量度体 找到那么多学问的 对啦 袁医生啊 通常发烧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大部分的发烧呢 都是由病毒 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 而我们身体呢 是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的 一般小孩的发烧 大多数是由伤风或者感冒引起 而他们身体的温度呢 是可以升高到105度的 虽然是这样 我们都不需要警方 唯一的危机呢 就是脱水的问题了 通常是由于过分的流汗啦 急速的呼吸 咳嗽流鼻水 嗷或者吐引起的 你只要令到这个细菌仔 有充足的水分呢 就可以避免脱水的威胁了 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病人呢 是应该每一个小时 喝100盎司水 或者一杯水啦 当然啦 最好就喝滚水啦 但如果这个细菌仔不肯喝的话呢 任何的饮品 例如果汁 梳打水 茶之类都可以的啦 总之呢 他肯喝就可以了 还有 发烧的温度 和病的严重性呢 是无关系的 有些普通性的 也都没有威胁性的疾病了 譬如玫瑰疹 也都叫做一日麻疹 是会令到那些细菌仔 发好高烧的 而其他些更严重的疾病呢 也可能呢 也都不会令到他发烧的 所以 除非你的细菌仔 在发烧的时候 有其他的症状 例如嘔吐啊 呼吸困难啊 通常都是不需要担心的 就算你发烧 发到105度那么高 但你会问 我们怎知道这个发烧 是因为轻微的感染啊 如普通的伤风引起 或者是由于严重的疾病 例如脑膜炎呢 要知道这样呢 我们是需要观察到 整个人的外表 和他的行为态度 如果这个细菌仔 是眼光光的 和好疲断地 伏起大人的肩膀上面 而对周围的事物呢 都好像没什么兴趣的 那他的病呢 通常是 严重过一个仍然活潑 气气 和呢 在医生护士里面 大吵大闹的细菌仔 大部分的发烧呢 都是属于过滤性病原体的 无论你做些什么都好 通常呢 都会维持三到七日左右的 当我们在发烧之前 会感觉到冷 或者没有胃口 我们就需要休息和睡觉 而如果不饿呢 我们就不应该吃东西了 记住 我们是应该听从我们身体的讯息的 我们应该多些喝水 因为我们身体呢 是不够水或者氧气的储床的 所以一般来说 除非你是有糖尿病的话呢 如果是发烧呢 就不好吃东西了 但是 如果十蚊仔的温度 增加得很快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去看医生 但是不只是找一个医生 用一些退烧药来止退烧 我们是需要一个医生 做一些好的检查 和好的诊断 可以这么说 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呢 我们都应该这样做的 有时候 当我们伤风 那个类性病原体呢 是会很快地不断地生长的 而我们的身体呢 可能因为太过衰弱 而发不到烧 那么我们可以将 空间里面的温度 增加到华氏一百零四度 那么我们鼻里面的黏膜 病原体呢 病毒呢 就很快会被烧死的了 但是一般的发烧呢 都是很少会过一百零四度的 除非我们处理得不好的话呢 例如 穿得太多衣服 房间太热 或者呢 甚至没办法出行 或者病人因为呕吐而变成脱水 而当我们的温度升高到一百零六度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应该可以考虑 将温度减低到一百零三至一百零四度 但是呢 就不应该减低了 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些湿的毛巾 或者暖水毛巾 甚至冬毛巾 来到铺起面颜 颈部 或者手腕 密薄的地方 但是呢 千万不要将温度呢 減低过华氏一百零三度 那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东西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可以做呢 通常 抱一下小鲜鲜 唱歌 呵护一下 搖动一下小鲜鲜 或者用些大蒜油 来按摩脚 或者用些姜水 洗脚啊 浸脚 我也可以考虑用同类疗法的疗剂 或者吃些抗感染的食物 例如大蒜 洋葱 或者辣椒之类了 或者我们可以查些舒缓味道的香料 例如柠檬啦 分衣草油啦 或者蛇香草油之类 都可以帮助的 我们知道不去抑制发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 既然发烧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的机制 是有保护的作用 而很多科学的文献呢 都已经支持这个论点了 不单止在人 在所有的动物身上呢 都是一样的 第二 采用抗烧药去抑制发烧 是很危险的 因此 如果不用药物去抑制呢 是可以避免了药物的副作用 第三 就算用冻枯 或者暖水 过分来到抑制发烧呢 都是很危险的 所以最好呢 都是由发烧自然发展 只不过 不要超过106度就行了 因为大部分的发烧呢 都是由于过滤性病原体引起的 而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药物去对付这些病原体 而发烧 通常呢 都是维持三至到七日左右 哦 Elaine啊 不跟袁医生谈那么久呢 都不知道原来发烧那么多学问的 是啊 嗯 聊完这次之后呢 我就知道为什么 希布格拉底要说呢 就是说 如果我有制造发烧的力量 我就能够医治所有的病 这句说话了 是啊 余医生啊 麻烦你啊 麻烦你余医生 不用客气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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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